Hello,大家好,我们是聊个一块钱 大家好,我们今天聊个啥 我们今天聊聊不趴,不婚,不生 谁不趴,谁不婚,谁不生啊 不趴就是欧美人不趴,中国人不生 日韩人不婚 对,日韩人不婚 对吧 哎呀,我住在韩国,我感受可深了 真的,就是大家不结婚的人真的很多 非常多的人不结婚 而且就是不光是到我们年轻这一代 就我说的年轻就是说80后 咱也不是很年轻了 我们还年轻 70后都有好多人不结婚的,你知道吗 70后就是在韩国是吧 那就90后,00后就更严重了 对,90后,00后都不大想这方面的事了 在新闻里面就每次都说 就是一道传统佳节 就是离婚率的高超,高发期 为啥呢? 就是在韩国,就是比如说像中秋 他们的中秋节啊,是那个就是 他们不是中秋节 他们是用来纪念那个丰收的节制 就全家团聚,一起庆丰收的节制 丰收节 如果在社会上不干事 你总得找个长期算票,有个下架,对吧 但是现代社会女孩子 说不定找工作比男生还容易点,你觉得是吧 就是各种各样的岗位适合女生的更多 所以现在就是媳妇伺候伺候人就来脾气了 你知道,就凭啥我要给你伺候你们家 这个其实在中国也一样,就是在这边也一样 这边为什么就是不趴了 这边是哪边啊? 就是加拿大,欧美,北美这边吧 我觉得还是,对,各种生活水平 最重要的还是第一女性地位提高了 第二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我觉得就是这种婚姻啊,或者男女朋友 很多时候不是说什么真爱啊,感情 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利益捆绑才在一块的 所以很大部分人他们能在一块白老到老 三五十年,难道中间就一点摩擦都没有 一点就是这种感情破裂的机会都没有吗 我觉得太难了吧,你跟一个朋友相处一段时间 你可能都会觉得觉得有点烦了,对吧 我倒是觉得就是说现在的人啊 就是说就是在大家的生活都相对稳定 或者说富足的情况下 大家就不会去找这个长期饭票了 反倒是就是更关注这个精神层面的 我就前两天就听了一个那个一中天 他他的采访你知道吗 他说他是那个就是上山下乡去新疆 支援建设的那一批人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年轻就是年轻的 年轻人上山下乡到边疆之边 啊,知青,知青,没错没错 就去新疆兵团 他说那个年代比现在物质多了 啊,然后底下人就很就很华然 说啊,现在的人还不够物质吗 难道那个时候人更物质 他说那个时候的人物质到就是你能不能还我的下一顿 就是口粮问题,你知道吗 这就是利益捆绑吗 大家更多的是为了利益 就是纯纯的物质就是口粮 纯纯的物质关系 你能养活我,我就跟着你混了 对,就是有像他这种就是完全没有就是没有权也没有钱的年轻人 就是一身的才华也不会有一个女孩子跟他的 因为他不管宝,就没有口粮 就那个时候能够知道那个程度 就是,就是这种方法 现在的女孩,现在的女孩就刚好相反 就是我家,我也是个独生子女 我也不涂你的钱 我也不涂你的钱 我也不是很涂你的钱 你要是特别有钱像苏聪那样 那我们还是会涂的,对吧 但问题是大部分男孩子就是很普通 那就没必要涂 我也不愿意去伺候这个男生 或者说伺候婆婆什么的 在韩国其实也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都不结婚了 不结婚也不想生小孩 但是呢 就是男女之间 男女之间没有利益关系了 对吧 谁离开谁活不了 我离开你我这儿活 我搞不好还活得更好 那这种婚姻或这种爱情关系 就很自然就破裂了 就是没有利益的约束了 另外一方面就说 我觉得还是社会进步 各种那个,为什么不趴了 回女活动大大丰富 对没错 打游戏那么好玩 是游戏不好打吗 打游戏也好玩 而且这种业余爱好越来越多 有些男生,女生我就不知道 有些男生比如男生喜欢滑雪的 喜欢玩车的 像我天天玩无人机的 这种相对于找一个女朋友来说 金钱,资金上,精力上,社交压力上 都要成本要低很多 对吧 比啪啪成本低太多 成本又低 是是是 然后呢 微表明那个没意思 对吧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 已经开始了 选择越来越多了 就基点越来越不同了 对 就越来越复杂了 对 越来越丰富了 越来越丰富了 对 大家可以嗨的地方 大家不光是需要 不仅仅是蹦低可以嗨 大家做个瑜伽也是可以嗨的 对吧 慢悠悠的也是可以嗨的 对啊 以前大家没事干 干什么大晚上的 对吧 啪啪啪一个 那现在哪有时间啪啪啪 打游戏都打不过来 对啊 其实我看到网上 每每一提到生育率低 结婚率低 就往房子上靠 我觉得这个真的 就是说是一方面了 就像中日韩这种亚洲国家 而且就是人口极具 就是极其多 然后资源相对平 平均起来非常低的 公共资源 国度 公共资源相对 对 比较紧缺的地方 确实是有一点影响 但是绝对不是 主要原因 主要因素 对 因为你看 你随便上网一搜 你就能看到 全世界生育率最高的国家 是全世界最贫穷的 越穷的地方 越能生 是西非 就是 就是人均生育率 你知道人均生育率的概念 它是说 可生 可生育女性 从15到49岁 这个年龄段的女性 在你们国家的生育率 嗯 那么 在韩国呢 韩国是 2018年创造了世界第一 就倒数第一 0.98 就平均 每一个人还生不到一个瓦 就每一个女性还生不到一个瓦 中国可能稍微好一点 1.5级吧 我也不记得具体数字 然后 也在调 中国好像去年 西非 对 去年是 就是比前年少了200万的新生儿 嗯 然后 最高的是西非 什么尼日利亚 还是什么国家吧 七点几 七点几 七点几是什么概念 一个人生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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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平均 还有多 还是平均值 有些人生十多个 对啊 我想想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而且就是说排前十的那些国家的名字 就是我相信99%的旅友都没去过 就是贫困到那种程度的国家 这个我觉得就是养孩子的压力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在你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 但是你有了孩子以后你的生活质量会急剧下降 就是说像中日韩这种国家吧 对自己养育子女的这个要求 自我要求是很高的 就哪怕就是在古代 就是哪怕是古代 就是中国还不太富裕的时候 对自己的小孩也是要求很高的 就盼着就孩子能够忘子成龙嘛 对吧 这个话先聊到这 我们再聊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是什么 第二个话题是996ICU 996 996ICU 996 对我要先提一下 我今天今天因为这个事我跟我老公都吵起来了 吵啥 吵啥 你先说 你先说 我先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刘东强 他前段时间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什么 刘强东 刘强东 你说刘强东 刘强东 他发了一个什么微博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说就是介绍了一下自己这个 以前创 创业的 创业的日子这种艰辛 然后特别的辛苦 然后呢 现在 现在 反正反正现在就说 京东啊 他有很多人在那闲着不干活 然后他就看惯这些人 他就说 这些人就不是兄弟 就裁了 混日子的人不是兄弟 然后 他们最近大裁员 对啊 他只是找一个借口 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有点让我恶心 我觉得你一家公司你想裁 这句话有点恶心 对吧 这句话有点 他这个行为不恶心 就一家公司 他是以盈利为目的 只要是合法范围的 他裁员 不管干什么 这就是应该做的吧 他卖了一个部门也可以卖啊 反正是他公司 对啊 他想干啥干啥 你去找工作 那是你自愿的 他开了你 他也是合法的 这个没什么 你想干就开嘛 但是你找这个借口 就有点没意思 什么不是兄弟什么 谁跟你是兄弟 对 你以为我真的想干那份工作吗 我不是为了混口饭吃 对 其实说到这个996啊 其实 大家从字面意义上就知道 就是说早9点到晚9点 你在公司一待就是12小时 然后一个星期收不到一天 对 收不到一天 就加班呗 最近他有一个996有一个 Github上就是程序员经常用的一个 分享代码的网站 非常火 然后很多的中国的程序员就在Github上 建立了一个新的项目 叫996ICU ICU 然后这个项目它是一个license 就是如果做软件人肯定知道 就是有大部分的一些你要软件 你会用到很多开源的库 那这些开源的库它也是可以免费用 但是呢 它有一些license 它有一些就是许可 你必须符合它的许可 比如说有些许可是你不能商用啊 有些许可是不能改的代码之类 但是这个996ICU它也是一种许可 这个许可呢 它又要求你如果你的这家公司不符合劳动法 你就不如许用这个第三方的库 哦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 所以 现在这个好像被中国政府禁掉了 这个网友 国外 国外可以打开 这也可以禁掉 对国内打开 哦这样子 对对对 那里面有些什么内容呢 这个996ICU里面 它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条动法 其实它这个license就是说你不能 你如果比如说淘宝 它想用一个 比如说Java很有名的一些开源组织 APA企业这些 它们会用很多很多的这些 甚至非常底层的一些工具 来加速它们的开发 对 来加速它们开发 这些对它们是很重要的 如果它们自己开发 它们可能付出很多的时间和成本 但是呢 有一些人免费的贡献出来的一些代码 你就可以免费的用嘛 如果它加入这个996ICU 那淘宝肯定是不能用的 如果用了你就 你就要被罚钱 就这样 所以这个ICU的意思是我 不不IC ICU是那个重症监护室的意思吗 对 对对 反正就是一个996的license 但是这个事情吧 我觉得也要辩证的看 我为什么今天跟那个我老公吵起来呢 因为它是韩国人嘛 韩国人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加班文化的 也跟日本一样 对对对 跟日本一样 就是说是深恶痛绝的 就是所有人都很憎恨这个加班文化 可是谁也逃脱不了 所以当我在就是值不同意见的时候 他就很生气了 就跟我争执起来 他说这个996纯粹就是那些 就是大老板大集团得利益的事情 怎么可以支持呢 但是我是从一个就是说自身的经历来说 因为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一个英语本科毕业的孩子 就完全没有任何这种就是其他什么商业呀 金融专业 专业知识 这种专业知识没有 但是当时我进了这个咨询公司之后 我就觉得我有很多东西想学 然后那些首先咨询公司加班这个是 这个是再正常不过了 没有人会假设一个咨询公司不加班的 我们就是做12个小时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晚上12点回去 或者第二天早上四五点回去也是很正常的 只不过是大家是弹性工作制 就是你加班了多久 第二天就什么时候再来就行了 然后我当时的感受就是 我经常在公司加班 而且我不是为了公司而加班 而是为了我自己 我经常就是拿着公司的打印机 然后把一些就是什么上市案例 什么模型那些网上的那些知识 我都给打印下来 然后自己就在那学 学好了之后还把那资料带回家 你知道吗 然后学好了之后就马上应聘第二家公司 谁开的高我就走了 根本从来没有想过什么为了公司 什么兄弟什么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出 这个加班其实 怎么说呢 我在上海有工作过两家不同的公司 然后我第一家公司 它是加班其实挺厉害的 就有一段时间加班很厉害 但是其实可以理解 都是IT公司吧 对都是IT公司 因为甲方当时那个班公司 他们这个时间搞得非常的紧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领导也尽量争取 也尽量争取往后拖 但是就没办法 那就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只能就是加着班干 其实领导 对领导他也不是说你加班 他有时候让我们领导有时候跟我们说 加班也很不好意思 就是今天能不能把这个搞定了 再走啊什么的 他们也很不好 很不搞意思 而且他们会尽量的帮你 就是你尽快的把这个弄完 然后你就早点走就完了 而且我们加班是有加班费的 我们加班都有加班费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有 然后我在第二家公司 这家公司就 我觉得就有点恶心 大公司了吧 稍微大一点的公司 有点恶心 他们在这个领导就是 这个老板就是咨询公司的 就是他们这种加班文化盛行 导致就是 是不好是吗 对就不好 就是一公司当时我坐在那上 有上百人 我到六七点钟都没人动 没人走 我就不相信这这么多人 他每个人都有事吗 反正我是没事 我是我是没事 我没事 我也不好意思走 就只好待在那 就只好待在那 就是他们这种就是这种文化 就我觉得 咋说呢 就是我我我倒不是非常反感家 不要说中国加班 每个公司加班加的狠狠的 硅谷那边也是拼了命的工作 但是你加班 你是要 他是一个自愿性和非自愿性 对吧 我觉得主要就是 首先来说这个 从目前来看啊 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 老百姓工作都是非常非常努力的 比如说中国 嗯 其实美国人也 亚洲国家都这样 对 要不然中日韩发展这么快啊 这立刻就赶上 已经把欧洲甩到后边去了 但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加班 就是你要有铲除你才加班 你不能说 对对对对 为了加班加班 就你哪怕没事 就公司要培养出这种加班 有点有点像华为 我特别不喜欢华为这家公司 华为公司 我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同事他去华为 对 有一个兄弟去华为了 他跟我说 在华为的那个大的那个办公场所里边 他会把周围所有的那个玻璃啊 都贴成那种不透明的 然后呢 然后里边开着灯 然后拉上很厚实的窗帘 就是你进去以后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是白天晚上 你就在那边玩命的干活就行了 而且他们公司好像是以前 以前也就好 好多年前了 是9点以后搬车才免费 就是他他不是说我就是强制规定 那现在已经搞得很明显 996了都已经 以前他还是还是比较收敛 不是说我一定要要求你 你必须加班到什么时候 但是呢他会他会他会通过各种制度来鼓励你去加班 比如说他们中午可以让你休息一两个小时 让你好好的睡一觉 为的就是你晚上能加班到十一二点 所以这个公司 我觉得这如果是这样故意的 那也确实对这也影响创造力对吧 关键是人就受不了 你就像比如说我第一次加 我刚才说的第一间公司 他加班不是说每天都加 他是断断续续的 这样是可以接受的 你如果说每天都996已经成常态了 这样你首先你自己的事你根本没什么干 第二你身体也受不了 这就不合适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我主要是比较反感这方面 我倒不是反感加班 对我相信就是努力工作肯定是没有错的 不管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 但是你要努力到点子上 你不能就说把这个加班比较常态 什么刷抖音啊看那个那就没意思了 对你坐着没事干 你又不走 我记得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 哎可能也是 时代太久远了吧 十几年前了遥想起来 那个时候刚来上海 哇我觉得我有好多东西想学啊 然后公司的网络又好 又有电脑又有电机 然后又有空调 我为什么不在这儿学你知道吗 还有免费的咖啡 就是那个小那个时候是刚毕业的毕业生吧 就觉得那种环境特别好 而且我回头想想 如果我不是前面就是认 就是那么主动的自己去学习 其实后面也也跳不进那种 比较舒适的公司 你你没有前面的那些基础 你你怎么可能就是 能到能到其他大公司去养老呢 对吧 你总得有点资本 对我的经历也差不多吧 我在第一家公司就是 呃其实工作学到了很多 我其实呃那时候加班一小时 我我加班的时候估计一星期 我要工作到60个小时左右吧 其实当然比996还差一点 60个小时左右 我我一年下来就是我比别人 要多工作好长时间 所以我学到的东西 我见到的东西 对精力就更加丰富一点 就是个功灵呀 对吧 嗯对对 特别是特别是 就是说像我们这种 又不是那种流水线的工作 毕竟还是就是比较 技术含量稍微高一点 对稍微有点技术含量 能学到新东西的工作 那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加了点班 其实并不是太恐怖的 我倒是不是 怕就怕 怕就怕 就是说你这种制度来捆绑人的自由 就没意思了 对 对吧 嗯对的 行 好吧 那我们就继续说到下一个 你最后一个你不聊了 最后一个不聊了吧 奔驰 奔驰不了了 好那今天就到这 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下 一块钱就到这 一块钱 好拜拜 好拜拜 拜拜